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不凡在于 人生的每个阶段重温 你都会有不同的震撼和感动 希望 自由 信念 勇气 坚持 友谊 力量 而我在看了十遍之后 得出了六条 人生精华 故事从1948年开始 安迪的妻子和其情人被杀 安迪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那年他三十岁 是一家大银行信托部的副总裁 正是虔诚似锦的年纪 尽管证据不足 安迪仍被判 终身监禁 安迪走在入狱的人群中 一头棕色头发 长得白白净净 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看起来干干净净 文文弱弱的样子 监狱里的犯人们 拿新来的犯人开心 猜测谁会在入狱当晚哭泣 瑞德猜一定是安迪 并且跟狱友以十根香烟被堵住 但是瑞德输了 在新入狱的狱友整晚哭喊冤枉时 安迪一夜悄无声息 坦然地接受了这里的一切 人生在世 难免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或许会毫无征兆的 突然遭受命运无情的暴击 就像有句话说的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在灾难面前我们唯一能做的 不是哭天喊地 而是坦然接受 世事难料 所以你要尽力让明天比今天美好 接受当下才能保持一份独立思考的能力 才能冷静分析自己的现实情况 做最坏打算 尽最大努力 做最好的行动 一天安迪和瑞德聊天 谈起自己的梦想 安迪希望有一天重获自由 到墨西哥南部齐花塔尼河小镇开一座旅馆 迎着海风喝啤酒 呼吸自由的空气 在瑞德看来安迪简直是痴人说梦 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根本做不到 然而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 因为它们飞翔的愿望从未熄灭过 就像安迪不管现状如何 他内心始终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大多数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入狱一阵子以后 脸上都会有一种阴郁绝望的神情 但安迪脸上却从未出现过 所以尽管他被冤枉下狱 被狱友羞辱 嘲讽 被同性恋三姐妹盯上 尽管他伤痕累累 他却依然从容地行使着自己的计划 时时刻刻为越狱做准备 安迪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无论能力多强 想获得成功的想法多么强烈 没有足够强大的信念支撑 都将一事无成 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信念 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信念 真正救赎自己的也是信念 在一次翻修屋顶时 安迪无意听到狱警哈利 在对同事抱怨 他继承了一笔遗产 但需要上交的遗产税 都差不多购买一辆新车了 太多了 安迪放下手上的油漆刷子 不顾欲有劝阻 小心翼翼地朝哈利走去 试探性地问 你信得过你太太吗 哈利回过头看到安迪 警惕地掏出枪来 瑞德几个人都紧张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推算 接下来安迪可能被射杀 或者暴打一顿 也有可能被推下屋顶 但安迪还是抓住机会 无比镇静地告诉狱警 如何避税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 可以馈赠配偶一次礼物 金额最高可达六万元 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 安迪之前就是银行的副总裁 这样的小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狱警放下了警惕 欣然接受了安迪的逃税帮助 正是这次意外的安排 让安迪为每个同伴 获得了三罐啤酒的享受 那一刻阳光晒尖头 所有狱友都仿佛自由人 而且由于他出色的能力 安迪获得了狱警的庇护 不仅结束了三姐妹的骚扰 还赢得了到监狱图书馆工作的机会 肖深刻 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局 安迪能够破局的关键就在于 他掌握了监狱里稀缺的技能 狱长第一次查房 没有翻开他藏鹰嘴除的圣经 是因为他真的会背圣经 他能在监狱里有相对自由 是因为他帮所有 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报税 他能挖通墙壁 爬出五百码的地下管道 是因为他懂地质和气象 他最终能在太平洋的小岛上 安稳度日 是因为他懂户籍政策 利用典狱长重造了一个身份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技能 都会在关键时候救命 每一项技能无论大小 只要精通 它就是你行走世间的工具 我们往往会高估一年的变化 而低估十年的成就 当安迪要瑞德搞来一把鹰嘴除石 瑞德从未想过他会用来挖地洞 逃狱 要这个挖洞至少要挖六百年 瑞德嘲笑道 但最后安迪只用了十九年 撕开海报的那一刻 所有人瞠目结舌 安迪曾说 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 即使每次只有一点点时间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能做出多少事情 挖地洞只是最笨的一种越狱方法 肖深刻的每个人都能想到 但他们都只想用其他看起来简单高效的方法 最后却都失败了 现实也是如此 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 你能想到的 别人也能想到 最终你能在聪明人中间赢 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加坚毅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 想走捷径的 最后都走了弯路 想搞投机的 最后都掉进了陷阱 最后大成的人 都是长期主义者 长久成功的人 都是长期主义者 肖深刻教育 还有一位服刑人员 让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图书管理员老布 他已经在监狱整整服刑了 五十年 可就在驾驶重建天日前 老布却挟持了育友 企图制造一场犯罪 因为他不想出去 他不想再次进入社会 只想在监狱里 度过此生 但他没有得逞 最终还是被放出了监狱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人 回到阔别五十年的新社会 面对扑面而来的变化 老布每天都生活在恐怖当中 在肖深刻 他是一个重要的人 一个有教养的人 但出去后 他反而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假释出来的囚犯 看到满大街横冲直撞的汽车 害怕 在超市工作 因慢吞吞的动作被骂 就连睡觉都不知道身在何方 外面全新的生活 像洪水猛兽 令他惶恐不安 最终 老布悬梁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电影里的那句话 刚入狱的时候 你痛恨周围的高墙 慢慢的 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终你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依靠他而生存 虽然老布得到了人身自由 但他的心灵自由 早已被扼杀在监狱里 对于我们而言 生活也是一样的 2018年有一则新闻 我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河北唐山市政府决定 取消路桥收费站 一位大姐在记者的镜头前 阵阵有词 我今年36 我的青春都交给收费了 我现在啥也不会 也没人喜欢我们 我也学不了什么东西了 平淡日子里的成年人 在家和上班的地方之间 来回穿梭 麻木的两点一线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日子久了 人们安之若素 甘之如頤 但只要发生一点小小的变故 就发现自己成了一只若鸡 在时代洪流面前 毫无抵抗力 所以千万不要做一只 温水里的青蛙 不知不觉中 已经死掉 而不自知 影片最后 在瑞德就要放弃 对外面自由世界的向往时 他被架势了 但在监狱度过大半辈子的他 患上了和老布一样的症状 不能与外面的世界接轨 就在他也快要放弃自我的时候 他想到了安迪之前和他说的话 他依照指示 终于在大树旁的石墙下找到了安迪 留给他的一封信 于是他坐上了开往远方的汽车 去兑现他与安迪的承诺 我当然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 齐华坦尼河 这名字太美了 令人忘不了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 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太平洋 就和我梦中所见的 一样蔚蓝 我希望 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 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希望永远是黑夜中 为你点的一盏长明灯 为什么这部影片 能被那么多人奉为 闺孽呢 我想大概是 他陪伴着无数人 度过了生命中 难过 甚至绝望的日子 让每一个生活在牢笼中的人 依然心存希望 就像安迪给瑞德的信中说到 希望是一件好事 也许是人间至善 而美好的事物 永不小事 在我们心里 有一块地方是无法所住的 那就是希望 希望像是心中的一粒种子 虽然特别小 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尽管生活艰难 但只要心中有希望 我们就仍有选择 2020年 我们都过得很艰难 我们之中的许多人 有的失业了 有的破产了 有的甚至失去了 自己的亲人 希望正在遭遇不幸的朋友 找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重温一遍 消深刻的救赎 因为他虽然点破了 人生的残酷真相 却能让你重新思考生活 他虽然把沉闷乏味的人生 剖开了给你看 却也会告诉你 在人生的某个地方 有个温暖的海滩 在等待着你 我们都可以到达那里 只是有时候 需要花上一点时间 只要心怀希望 一切 一切就还有可能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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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